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Hoinlist最新的项目 叫做Egorig 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它的前景非常大 但是如果它能够实现它要做的东西的话 就是非常屌 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平台 它第一句话JavaScript Smart Contracts 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对技术比较感兴趣的话 在币圈现在流行的几大语言 第一个是Solidity对吧 叫做Solidity 这个是主要是EVM的主流语言Solidity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代码来写Smart Contracts 但是Solidity绝对是最主流的 第二个就是Rust Rustlan Rustlan现在因为Rust本来就是一个 它的性能是非常接近于C++ 然后也是个先编译的语言 非常强的语言 它现在被很多最新的供链所采用 最最有名的我们就讲三个 最最有名的三个 一个就是Solanta Solanta它的语言就是Rust 第二就是波卡 波卡它用的语言也是Rust 就是你写Smart Contracts必须用Rust 还有就是Luna 就是Terra Luna Luna也是用的Rust 当然Terra Luna它的核心 其实是那个Cosmos Atom用的也是Rust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弓链3.0 基本上都是用Rust Rust是非常强的 但是Rust学起来真的非常的健身 比Solidity还要难 我不知道Solidity已经很难了 对吧都是R禁止的对吧 010101 要考虑长度 不能够乱写复卧循环 因为都在Smart Contracts上面要付Gas fee 你写的好与不好 它的Gas fee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在以太坊上 好 那么回到Coiness这项目Aggreg 它要做的是什么JavaScript JavaScript可以说是现在最最流行的语言之一 因为JavaScript用的地方太多了 你写所有的Dapp 虽然它Smart Contracts用Rust 或者是Solidity 但是前端一般都是用React.js 那是JavaScript的一个框架 写前端的框架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JavaScript 因为懂JavaScript的人实在太多了 基本上大多数写代码的人都懂JavaScript 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JavaScript JavaScript的Smart Contracts的平台 那就非常的屌 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毫不会员的先说第一句话 onboarding the next 10 million blockchain developers 就是现在搞区块链的程序员 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是区块链程序员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拿到20万美金以上的报酬 那是非常轻松的 就像我这种对吧 很轻松的可以获得20万美金一年 然后 但是呢 这个懂的人还是比较少 当然了 对他对这个security 对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重 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说你会写不代表你写的很好 不代表你对安全性很注重 对吧 这就是需要经验了 需要经验了 但是懂JavaScript人就很多了 就是未来1000万个区块链的开发者 如果有他这个平台就可以轻松的打到 对 第二个他open crypto ecosystem 他有两个代币 一个叫做BLD 一个叫做run BLD呢 也就是这次他公布的代币 他这个主要是在 purchase in the coin list token sale BLD呢 主要是一个staking的token 也可以说是治理台币 用于治理对吧 for governance 还有个代币呢 叫做run run他说的是一个stable coin 是用来 执行链上的服务 比如说gas 这个有点玄乎 这个有点玄乎 那反正发的是双代币 然后run呢 如果你要 那个实现智能合约呢 你也必须消耗run 对吧 等等等等 就run更有utility 就是代消耗的 而BLD呢 他可能就是staking 保证整个网络的进行 这是我的理解 第三 他会提供一系列的框架 就比如说他说他会让程序员很快的 可以用到第三方的一些library 对吧 包括他会有一些node module 也可以直接引入进来 node module就是gioscript里面npm 非常常用的一个包 第三方的包的管理器 叫做npm no package manager 这个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已经实现的库 所以这个能够用进来的话 就可以大大的加快开发的流程 他也说save developers time and resources 第三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 一定要去跨链对吧 现在跨链是我已经在我的频道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跨链可以说是现在生态中必不可少一环 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波卡这么不堪 他表现非常一般 就是他没有把跨链做好 虽然他天天说跨链 但是我没有找到可以从以太坊把币打入波卡 对吧 或者说从binance smart chain 把我的bust打入波卡 之前还没有做到 他只有等他自己去做 他也在做 我相信都在做 为什么sorana这么强 因为sorana把跨链做得非常的重视 为什么binance smart chain一支独秀 就是因为他有币安对吧 币安的币安作为一个天然的跨链的一个跨链桥 有天然的用户的优势 对吧 就非常的信任 他这个跨链就非常的好 好这边说了对吧 BLD stakers可以有staking rewards 你去质押呢 就可以获得BLD的奖励对吧 然后呢也可以获得run run就用代币 对吧 获得run bd can lock their stakes to receive run 对吧 可以获得run代币 就BLD 这个代币的用途还是蛮多的 对吧 第一你去stake可以获得BLD 第二啊 你可以获得run的费distribution 就是要消耗gas对吧 run消耗gas的话 你可以获得 对吧 对吧 第三呢 你还可以免费的获得run 就是 can lock their stake to receive run 就是你也可以获得BLD 又可以获得run 说白了 然后run这个东西呢 对吧 他可以就是在链上所有的操作都要消耗run的 你们可以这么理解 对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insurance 就是一个保险的机制 他这边说了啊 在传统的financial institutions里面呢 一般都是需要保险的 保险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保险 而就如果你不能够hedge你的risk 不能对冲 你的风险的话 大的资金是不会进来的 对吧 就大资金 为什么我们说 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 为什么要说对冲基金 就是在所有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对冲的 就是你你你买了什么东西 对吧 他肯定要在第三方买个保险 万一这个东西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保险 然后呢 algoric呢 他会和一个叫做RELM的insurance 进行合作 来提供对这个runprotocol上面的资金 实质和AMM的一个保险 这个他是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讲个概念 对吧 讲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保险很重要 他就把那边先讲出来 对吧 好 现在比较关键的就是他的tokenomics 代币模型 代币模型的话 我个人感觉他们的 就是估值非常非常的高 说实话真的非常高 比如说第一个八毛钱一个token 八毛钱一个token 而且要到 对吧 卖4.5% 要锁6个月 对吧 然后6个月之后呢 还要线性12个月释放 非常的夸张 条件非常可可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0.6的token 便宜了一毛五 但是非常夸张 要锁一年 对吧 来到2022年11月1号 几乎要锁一年 并且一年之后呢 还要有一个12月的线性释放 这个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可 那条件非常可 当然我估计还是会被卖完了 因为他这个平台 如果真的做起来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多很多程序员都会拥抱区块链 真的 就是对区块链啊 对币圈啊 这个未来的生态是发展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巨大的 然后他代币有10亿美 10亿美 你看 他直接公募8毛钱 就8亿啊 整个代整个估值就是8亿美金 非常的夸张 还要锁这么长时间 就直接8亿 对吧 就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夸张 然后呢 他的 总的话应该是12亿5千万 对啊 非常快 好 这是他的一个token distribution的一个 一个图表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都是从21年的10月1号开始 就就说白了 目前他东西没有对吧 就讲个概念啊 然后foundation也是从11月1号开始 对吧 他也没有写锁多久 都没写 然后community ecosystem呢也是从21年11月1号 call contributor呢也是从21年11月1号 但是有一个呢 12个月的锁仓啊 并且是12月的线性啊 advisors呢和上面是一样的 early backers呢也是一样的 provis sale呢就是两年的lock up 对吧 等等等等 就是前12个月之前基本上就是这些 差不多 50%流通不到 对吧 差不多到50%的流通 其实也是蛮多的说什么 真的蛮多的 对就是慢慢的释放慢慢的释放 foundation很快就全部释放 好 他的投资人 他的投资人看上去阵容还是非常不错 有大哥了得资本 对吧 有polichin capital 有ngc有downmaker啊 等等等等等等 没有特别特别有名的资本 但我个认为这个项目真的是 怎么说呢 估值特别高 而且锁仓特别不合理 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投资情况 自己来观望 自己来观望 我可能会参与一下 但是不会投嘛 投个比如说300刀500刀这样子 估值太夸张了 真的 然后他说白了就是个javascript virtual machine 对吧 然后他有一个叫做zoey的smartcontract的一个框架 还有个什么runprotocol等等等等 然后是个proof of stake的chain 等等等等 就是他的roadmap他要从2020年 从2020年就开始做了 到Q3 2021的Q1测试网出来了 现在Q2是beta Q3是在做defi components对吧 然后在做auditing Q4是mainnet algo chain马上在Q4里面 在2022年Q1里面 Mainnet要launch了对吧 然后Q2 然后Face3 非常漫长 还早 然后他的团队呢 那感觉都是美国人 都是美国人 都不是很有名吧 Dean Tribble 曾经在微软做过 架构师对吧 这个principle architect 然后as a foundation for agro acquired by microsoft 这个algoryx 曾经被微软收购了是吧 然后这个是algoryx的 Chief scientist 和co-founder的Mark S.Miller Daughter 都是些老人 Advisor里面呢 竟然有几个是来自于澳洲的 就是MIT的Advisor Chris Berg Advisor 都是来自学术圈 这个人蛮有名的 Brandon Itch 他是Brave Browser的创始人 这个人是Opian的创始人 Joseph Clark 不是很熟悉 Mechanism Designer Ccash Founder 就感觉 学术圈 和一些大佬们作为他的Advisor 目前Twitter的热度也一般 对吧 才一万九千个人 还是一般 但这种项目 能够上Coin List的话 就他肯定是不差钱的 对吧 绝对不差钱 而且他也没有 把 把那个叫什么Github 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判断他的代码 说实话 好 这个就是algoryx 大家如果要打新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如果他真的能做到 当然未来会非常大 但是algoryx的估值非常的高 并且他锁仓极不合理 那如果你们要打新的话 可以 考虑适当的打新 我可能会打个500刀 500刀 500刀 each 好 这里是韭菜兄弟 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 谢谢大家